1946年至1948年 在国民政府动员勘乱中共的解放战争时期 四平是一座当时令全国民众关注的城市 这是因为四战四平而闻名 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 国共军队四次大战于四平 争夺这个咽喉要道 中共称一战四平解放战 二战四平保卫战 三战四平攻坚战 四战四平收复战 其中四平保卫战和四平攻坚战规模之大 战况之激烈在东北战场城市攻坚战中实属罕见 早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会议上 毛泽东就论述了东北问题 他对全党说 从中国革命的最近与将来的前途看 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 只要我们有了东北 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基础 当时东北地区军工 铁路等设施完备 重工业发达 进可攻 退可守 中共认为这是个金窝窝 四平地处沈阳与长春之间 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掌控四平就掌控了北满地区的大门 战役背景 第四次四平争夺战 发生于1948年3月 是东北人民解放军 原东北民主联军所实施的 冬季攻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北民主联军经过1947年秋季攻势 彻底转为战略反攻 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1947年12月 东北民主联军 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又发起了强大的冬季攻势 各路兵团一起出动 出其不意齐袭 沈阳外围国军守军 先后攻克张武 公主屯 新立屯 安山 迎口 法库 开园等城市 兼国军1950 43师 新编54师 52军支25师 以及交警总队 清缴队约5.7万余人 并争取了58师起义 东北人民解放军 在肃清沈阳以南的国军以后 接着又控制了中长路和引口支线 切断了国军海上运输和谨审交通 使四平 长春 吉林制国军更加孤立 处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此时 东北的国军由于接连丧失失地 接任陈城职务的第三任 国军东北战区司令官魏力皇到任后 为扭转被动局势 改变了陈城的固点 连片 扩面的方针 提出重点不重现的主张 计划在不得已时放弃吉林 收缩兵力于长春 而后视情况发展南退四平 集中兵力固守这一铁路交通要点 等待蒋介石援兵东北 根据这一形式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 为了拔掉国军沈阳至长春间的立脚点 断绝国军赴南北联系的可能 以便对长、吉、沈、谨支国军各个击破 为解放全东北创造条件 在此情况下 林彪第二次决定攻打四平 成冰雪未荣 道路尚可通行 仍有利于大兵团行动的良好时机 再次进攻战略要地四平 1948年2月27日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下达进攻四平的作战部署 命令第一纵队、第三纵队一部 第七纵队由西满纵队改编和独立第二师 总部直属炮兵团组成进攻四平的部队 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 政治委员万亿统一指挥 幼令第二、第六、第八、第十四个纵队 及独立第四、第五师 于昌图、拳头、威元宝、莲花街、通江口一带 阻击沈阳北原治国军 一纵、三纵、七纵和独立二师 四个炮兵团接到总部命令 立即分别从石佛寺、开园、昌图、金家镇、大洼等地 向四平进发 准时进入集结地域 对四平形成了全面包围的态势 1948年2月27日 林彪下达作战命令 决以一纵、七纵及三纵一部 独立第二师总部直属炮兵团承担工程任务 由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亿统一指挥 根据获得情报和大家的意见 以及上一次打四平失败的教训 李天佑自认为兵力占据较大优势 决定首先肃清外围支撑点 以及敌人防御主阵地前沿的小支撑点和碉堡群 以便顺利进行突破 李天佑充分吸取上次作战突破口太小和兵力不足的教训 决定多撕开几个突破口 以三纵、七纵从西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突击 以一纵从西北、正北两个方向突击 并以第一纵队的一、二个师作为主要突击方向的第一梯队 并肩进攻 这样五个方向形成两面和对角的多路突击 不仅有利于我军兵力火力迅速展开 而且且使敌赴被受攻 我军一旦突入城内 即可将纵身之敌迅速分割 当时四平城内守军仅有在第三次四平争夺战中 伤亡惨重仍未恢复元气的第八十八师和七十一军军部 新一军军部留守人员 以及保安队等地方武装共计1.9万余人 防守司令是第八十八师师长彭厄 1947年6月共军四平攻坚战失败以后 占据四平的国军为长期占据四平这个交通战略要点 在原有防御攻势体系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强化了外围支撑点和室内防御攻势及设施 在一些高大建筑物上组成四五层火力 周围配以碉堡、盖钩、盖钩等侧射火力 形成了更加完善和牢固的防御体系 守军指挥官彭厄决定死守四平 国军形势悲观嘛 据被俘七十一军中校副团长交代 该军军长刘安琪 战前曾召集团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长官讲话称 现在四平就是一个没有盖上盖的棺材 在这里的部队要特别提高警惕 加强保卫 否则就要被共军吃掉 彭厄战斗意志强烈 3月7日 他向连以上军官驯话时说 我们守四平是有把握的 因为我们的武器好 守卫攻势坚固 万一情况不利时 长春的第一兵团和沈阳的第九兵团会来帮助我们的 尽管如此 形势不容乐观 彭厄即使有再坚强的意志 也无法解决四平城大兵少这一防御战中最大的难题 不仅如此 敌守军七十一军 现任军长刘安琪 率领八十七师 九十一师和八十八师 二六三团集军直属部队政策应沈阳 国军守成兵力就更加单薄了 国军的兵力比去年少了40% 而共军攻击部队则比去年多了两个师 炮兵也形成了战斗力 不论在兵力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 或部队素质上 共军都占了很大优势 战役过程 东北人民解放军工程部队于3月4日开始外围战斗 集中力量扫清四平守军的外围支撑点 各部队分头进攻 先后攻占了海风屯、徐家瑶、新力屯、飞机场、师道学校、红嘴子、东门外地保群以及城北制高点三道林子 到3月10日 国军外围支撑点全部被共军肃清 根据大陆资料 共军动用了日制150毫米或美国援助国军的155毫米的法制榴弹炮 炮轰了四平守军攻势 这里似乎日制150毫米榴弹炮可能性更大 1942年 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势力后 一部分部队退入印度 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中国驻印远征军 在兰姆加整讯 武器装备由美国提供 火炮装备中就有36门美军替换下来的法国造M1918式155毫米榴弹炮 用这些火炮组建了重炮12团 直属驻印军总部 1946年炮兵12团被传运到了东北 与新义军、新六军这些当年驻印军老搭档一起 1948年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审战役 国军炮兵12团一部配属 廖耀湘西进兵团出沈阳解锦州之围 在大火山被东北野战军俘获 剩下的部分随后在沈阳也被俘获 因此第四次四平战役共军 不可能有155毫米的法制榴弹炮 因此只有可能是日制日制96式 150毫米榴弹炮 3月12日7040分 总攻开始 7040分 由160门野炮、榴弹炮、山炮组成的 共军炮兵群开始向四平施压 第一纵队从四平西北、正北两个突破点向城里攻 第三纵队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向城里攻 第七纵队从西南往城里攻 炮兵首先发挥火力攻势 随着炮火向纵身延伸射击 主攻部队发起冲锋 八点钟 第一纵队一步从四平西北角市到学校方向突入市区 第三 第七两个纵队也相继突破国军之防御堡垒 攻入室内 城内守军由于腹背授击 陆西守军迅速向陆东收缩兵力 致使陆西战斗很快变成了追剑战 到10时左右 陆西除转盘接核心攻势上有一个营被包围外 其余街在溃乱中被歼灭或逃向陆东 到下午2时 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与第一纵队会识于中央大街 然后集中大步兵力 城盛沿大街小巷向陆东追击 扩大战果 突入陆东的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 采取迂回穿插战术 把国军的防御体系打乱 随即组织部队对油化工厂 后来的是联合化工厂 变电锁 康德火魔 后来的是第一面坟场等处连续发起猛攻 同时 第三纵队则由南向北攻击 形成南北前行驾机 击战至深夜 彭厄带着一千余人向北突围而去 剩下的第八十八师部分残兵 缩到小冬中学后四平客车厂办公楼位置两个据点 做绝望的挣扎 十三日晨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 一步与炮兵部队经过重新组织和准备 对国军残部发起最后猛攻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炮火轰击下 国军残部很快投降 七点整战斗全部结束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占四平期间 国军新义军三十八师在长春一三陵 师在铁岭和三十师在沈阳附近 曾于3月13日向四平守军做了试探性出援活动 但由于四平战斗的迅速解决 其不得不退回 战役结果 第四次四平战役共军处于绝对优势 国军战败不足为奇 共军歼灭国军1.9万余人 其中升幅1.56万余人 避伤3780人 缴获各种炮216门 机枪461挺 各种枪支9688支 各种炮弹1.1万发 子弹77.9万发 手榴弹7474枚 火车头30辆 车皮500截 汽车85辆 罗马1651匹 电台23部 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面对缺少补给和弹药的不足2万的惨杂国军 占据绝对优势的共军 竟然伤亡高达4931人 另外根据共军统计 当时国共双方集结兵力94万余人次 总作战时长累计63天 东北民主联军最终以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 歼灭国军6万8千人 实际要少于这个数字 最终在1948年完胜夺取四平 东北行事 1948年3月13日晚 接收四平市的共产党地方干部进入四平市 东北地区解放的城市已达20多座 中共宣传认为这次四平作战的胜利 使这座英雄城永远回到人民手中 在当时对于东北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同国军大规模作战 运转兵力和军需物资等 有着重要作用 也拆除了国军沈阳长春之间的重要跳板 使其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 至此 魏力皇和东北较总的55万人 已经被压缩到北起长春 中到沈阳 南至锦州的几个大城市 而东野大军已有正规军75万 地方部队20多万 总兵力接近百万 对魏力皇已形成压倒性优势 东野大军有12个主力纵队 一个炮纵 一个铁道兵纵队 外加17个独立师 共75万人 如果算上20万多的地方部队 东北共军总兵力已经接近100万人 由于东野普遍完成了速苦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 东野部队不但数量大增 其战斗力和精神面貌也都焕然一新 东北较总魏力皇的55万大军 被分割到几个孤立的点河县 总司令魏力皇 副总司令廖耀湘指挥两个兵团约30万人 归缩在以沈阳为中心的铁岭 辅顺本溪一线 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长官 郑栋国的10万人 归缩于长春城内 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约15万人 归缩于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 六个月后辽省战役爆发 国军彻底丧失东北